台東發生了漁船擱淺的意外 一艘漁船準備要從泰馬里外海返回富岡漁港 但是油管在途中破裂所以失去了動力 再加上受到颱風外圍環流的影響 海面上掀起了真正常浪 導致漁船擱淺 不定船隻揽繩不堪負荷硬身斷裂 漁船也隨之翻覆 但還好船上的五個人順利逃脫 但是其中一個人因為碰撞的關係造成腰部受傷 送醫治療之後沒有大礙 一波汹湧大浪來襲 被隔淺在岸上的漁船90度側翻 嚇壞眾人 再看一次這驚險瞬間 船上的漁工們趕緊跳下船 船長甚至一度受困 趴下身軀用爬的逃出來 魚子的問題啦 魚子的骨粽了 我們來這裡捏過魚子嗎 嗯...沒湊啦 蘇拉颱風外圍環流已在台東掀起長浪 26號清晨一艘漁船金鴻1號 在泰瑪里外海完成作業後 準備往北返回富岡漁港 沒想到清晨4點多經過風里外海時 漁船油管破裂失去動力 加上海面風量增強 漁工們又不熟悉周邊海域航道 導致漁船被擱淺在岸上 大浪不斷拍打造成固定船隻的纜繩斷裂 整艘船隻被掀翻 漁船 漁船船主找來怪手機具協助搶救 還好漁船上的五名漁工手腳快速順利逃脫 不過其中一位漁工在船隻衝上岸時不慎碰撞 腰部受傷送醫治療 索性沒有生命危險 記者 劉林鄉 台東報導